剛剛如果我們用那個photo scan去拍的照片 如果你覺得它拍得歪歪的 我怎麼把它校正回來 所以你看我把photo scan再把它校起來 然後點這個 點剛才的類似你的相片的功能 這邊找出來 像比如說這個歪歪的 這張拍得歪歪的 我想把它校正怎麼校正 這邊有一個調整邊角有沒有 調整邊角是什麼呢?來看喔 它是一個可以多邊形的 你就把它調到角落 調到角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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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喔 我這個調的隨便 我是隨便沒有很仔細調 但是你看 我這樣調不是矩形吧 不是矩形喔 但是我按完成以後 請幫我看 它直接變成一個矩形的 照片 可以嗎 你看 放橫的 你看 整張照片 你看它就校正回來了 好 所以我再講一次喔 那個 像剛才 這個綠色這一張 我來換一下好了 綠色 欸 這個綠色 甚至拍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它反過來了 我可以先旋轉一下 旋轉 至少旋轉 真正的名字是朝上的 就是正確的 然後再去調整邊角 調整邊角 四個角去 可以分頭去抓 當然你也不用抓到 太確切的位置 只要我要的文字不要拆到就好 只要我要的文字不要拆到就好 你看 就這樣子 可以嗎 好 四個點去調整 調整完按完成 有沒有變成矩形很正了 很正了之後 那這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 一樣 你可以倒退回去 倒退回去 或者這是分享 對不起 這個照片卡到 這裡分享 也可以分享 可以嗎 你看 我的 Photoscan裡面的照片 是不是都舉行的了 可以嗎 好 來 各位 你拍斜斜的照片 請你按底下的那個 調整邊框 它四個點都可以去調整 請你把它調整到 正好是可以 那個 這張明片正好擺得好好的 的位置 然後按完成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矩形的 不會是斜的 好 你故意拍的時候 你可以故意拍成梯形 可以故意拍成梯形 沒關係 好不好 拍完之後 嘗試用調整邊角 它會自動把你調整 長方形 好 試一下